11月13日,在UFC281中,中国一姐张伟丽一高人胆大,在第二回合就用索记击败女子P4P排名第四,现任美国冠军卡拉·埃斯帕扎。 时隔567天,张伟丽终于对线承诺重新赢回UFC女子草量级金腰带。 在最让人振奋的比赛第二回合,卡拉更早进入摔跤模式,张伟丽抓住机会迅速撤跨,和李利用力量压制住对手,然后锁住了对方的脖子,用对手最擅长的方式速胜卡拉。 卡拉输得心服口服,赛后感叹输给张伟丽没什么可遗憾的,因为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。 张伟丽这些年经历过高光时刻,在2019年首次夺得UFC女子草量级世界金腰带时,成为了首位来自亚洲的UFC世界冠军,并在一年之后又成功未免。 不过,在巨大的荣誉面前,张伟丽也有迷失的时刻。 2021年,他丢掉了金腰带时,遭遇了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。 很多人认为他在荣誉面前飘了。 但正是因为经历过从巅峰跌入过谷底的巨大落差,张伟丽才更加明白成功的不容易。 为了实现外界对他的期待,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是打不倒的, 这两年来他变得更加踏实努力,无论是技术还是经验,都有了质的飞跃。 这次,张伟丽兑现了赛前的承诺,要将金腰带重新带回中国。 赛后,张伟丽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一下,吃到好久没有吃到的披萨了,并且边吃边说,太香了。 为了这场比赛,他赛前做出的减重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, 这难得的美味将成为他此生难忘的经典味蕾回忆。 更让中国观众感到骄傲的是,张伟丽在美国赛场击败美国冠军之后的霸气发言。 上一次夺冠在中国,我觉得我是中国的张伟丽,这一次在美国拿到冠军,现在我是世界的伟丽。 这番话振奋了民族精神,不愧是中华金国英雄。 但张伟丽的战斗还没有结束,严小南表示想和张伟丽来一次中国得比, 但根据外界观察,严小南至少还要赢一场有说服力的比赛才行。 而玫瑰罗斯和阿曼达·莱默斯之间的胜利者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挑战伟丽的人。 也因此,张伟丽在明处,她还不确定谁是自己的下一个竞争对手。 所以,在短暂的休息之后,她需要研究更多的对手,金腰带的争夺势必会更加白热化。 海外媒体随后跟进了张伟丽此次重夺金腰带的奖金奖励情况,包括出厂费等多项收入在内。 张伟丽拿下66.7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是474万,打破个人收入的新高。 这场联合主赛,张伟丽凭借裸娇、降服卡拉的表现,获得了当晚的最佳表现奖,额外入账5万美元。 加上这笔奖金,张伟丽重夺金腰带的这场赛事,总收入高达66.7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达到474万。 创造中国格斗选手的单场收入新高。 作为对比,李景亮上一次出战赛事的单场收入为10.9万美元。 作为对比,张伟丽此前的单场最高收入是击败乔安娜的赛事。 当时的预估收入达到29万美元,折合人民币超过200万,包括11万的美元出厂费,10万的美元胜利奖金, 以及5万美元的花红和4万美元的广告费。 俄罗斯的那一场二反战,张伟丽则是拿下13.2万美元,包括10万美元出厂费,3.2万美元格斗周奖金。 可以看出,张伟丽降服卡拉,重夺金腰带,不仅是个人折业生涯高度的突破, 在收入方面也是不断打破新高,涨幅超过一倍。 当然,这也是张伟丽通过努力拿下的合理收入。 要知道,为了成为最优秀的选手之一,张伟丽付出了自己所能做到的。 为了坚持拳击梦想,曾兼职过销售、诱试和前台,一边工作一边训练。 曾透露为了减重两天两夜不吃不喝,通过脱水减重。 在训练里,两年时间打烂四副拳套,只有不懈的努力,才有一丝丝登上高峰的可能,张伟丽做到了。 另外,张伟丽常年在外特训,也需要养一个多人团队,包括多位教练,客人支出并不少。 但相信,未来张伟丽可以拿下更多比赛,夺得更多奖金。 同时,在人气大涨之后,也会迎来更多大型代言,也将拥有更多的底气朝着梦想前进。 张伟丽的故事一直都很励志。